大家好 這一期呢我們在 把骨盆結構裡面的 咖骨 的一個前旋後旋內旋外旋的這些問題 以及漸椎可能會過度彎曲跟旋轉 還有尾椎彎曲 甚至離撞機緊繃的這些問題 把這些自我的一些治療方法都介紹給大家 等一下大家就好好的仔細看 如果說 覺得有問題的也可以跟著一起做 好 我們現在節目就繼續囉 再來介紹 漸椎過度彎曲 漸椎過度彎曲通常是跌倒撞到把這個 漸椎撞歪了 這個動作調整其實非常簡單 兩腳併攏 然後呢 你的 這個腳 左右 搖擺 來回兩次 這可以幫你把這個凹了這個漸椎 慢慢把它弄平 這動作真的非常有效 而且 可以刺激到你的骨盆 漸椎這邊的神經 可以讓你的刺激你的那個 腸道 譬如說直腸啊 還有骨盆方面的一個循環 所以有便秘的人 有時候做 可以做一些調整跟改善 然後來到這座 好看喔 啦 月糟 我 還有 好看喔 我 來